歌到深处 往往是情绪的释放 歌到极致 一定是思想的爆发 而歌至永恒 则离不开人性的追求与灵魂的绽放 在我心里华晨宇就是一个极致的歌者 天选的音乐人 他既有深厚的音乐专业功底 强大优越的嗓音条件 又拥有超凡的天赋和灵气 常人的其一 遗属不易 三者皆被 当真是世所罕见 这世上不缺科班出身的音乐人和歌手 可是总流于刻板 拘泥于现有框架 审美难有心意 偶尔也有个别天赋极好的歌手 可又缺乏专业的训练和必要的音乐素养 以致流于粗糙 灵感日渐稀疏 难以为继 可华晨宇仿佛得到上天的独宠 身上充盈着灵气和悟性 在其不断扩展的音乐底蕴和辛勤探索的加持之下 在更高更广的空间维度中遨游 俯瞰被束缚在人间烟火中的云语 且不说他作品的完整度 技术性和丰富性 其真正与众不同之处是乐性上的进取性和前瞻性 情感体会上的敏锐度 引起共鸣的意境美 和思想内涵的深刻度 音乐毕竟是门艺术 从不是为了取悦耳朵 而是探索意识 情感与人心 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灵感 出于随机的悟性 可遇而不可求 因而弥足珍贵 最后要提到的 也是真正能给音乐作品带来永恒价值的乃是大爱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 再精美的作品 也需要灵魂之光来注入生命力 乐品如人品 化成于骨子里的气魄 悲敏的情怀 和人性的光辉 是学也乐不来 无法复制的